妙龄少女从悬崖一跃而下 获取世界上最珍贵的食材 传说只要吃下一枚梦幻蛋 就能青春焕发回到18岁 而为了防御天敌保护子孙 葡萄猪将它们产在悬崖上 想要获取就必须接受掉落悬崖的风险 而成为猎人必须拥有 挑战未知事物的勇气 只要能获取葡萄猪的蛋 就能顺利通过第二关考课 就在刚刚 小杰三人成功在终点会合 而生前的比斯坦森林 便是第二次考试的会场 作为本次考核的考官 文奇和卜哈茨宣布 考核题目为料理制作 用森林里的猪制作出 让他们满意的料理 就能直接通过这次考核 至于为什么要制作料理 因为两人都是美食猎人 随着卜哈茨拍响肚皮 猎人考核正式开始 当众人全部离开否 文奇夸赞卜哈茨真是够阴性的 比斯坎森林里的猪只有一种 名叫豪比狂猪 是世界上最狂暴的猪种 很快小杰四人就遭遇到 对方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还是肉食动物 四人被发现后掉头就跑 果然猎人考核没有一项是轻松的 其余考生面对他们的袭击 直接被顶上天 一时间伤亡惨重 托托与伴藏扔出石头和飞镖攻击 却全被对方轻松挡下 小杰享用鱼杆反抗 但同样没有任何效果 只能利用身法躲避 这时一头野猪躲闪不及 直接撞在了树上 小杰见他晕头转向的模样 直接飞升而起 一杆狠狠敲中野猪的额头 成功将野猪敲晕过去 奇亚二人也反应过来 原来额头便是野猪的弱点 众人抓住机会一哄而上 成功挽回败局 随后扛着野猪返回 但接下来的制作同样重要 不管是烤黑掉还是烤干了 都会被直接淘汰出局 库拉皮卡发现问题的关键 这场考核虽然是料理制作 但审查的重点 依旧是独创性跟观察力 之后三人献上各自的作品 遗憾的是并未得到门奇认可 他们全部遭到淘汰 第二场考核下来没有一人通过 见此情景 萨特兹立刻联系会长 而得知没有一人通过后 考生们当即大怒提出抗议 托多甚至还直接动手 却被布哈茨一拳轰飞 门奇也站出来发话 连挑战未知事物的气概都没有 根本没资格成为猎人 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会长的声音 猎人协会的飞船出现在众人上空 随后尼特罗会长直接从天而降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询问门奇发火的原因 是不是认为他们的态度有问题 门奇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是他们轻视了美食猎人 才导致自己有些动物 让审查标准变得困难 他也为此表示抱歉 尼特罗会长让门奇将功补过 在新的考验中继续担任考官 但必须带头参与做个表率 那样就不会再有意义了 毕竟没有一人通过考核 实在是太严苛了 随后一行人乘坐飞船来到壁虎山 这次他们的考核内容则是白煮蛋 悬崖下方有着葡萄珠的潮雪 而蜘蛛网下的蛋 就是他们本次考核的食材 门奇没有多言一遇而下 抓住蜘蛛网等待时机 随后放开双手取得食材 但他的身体也自由跌落至峡谷下方 就在众人以为他没命时 一股强烈气流将他吹了上来 原来蜘蛛在复旦时 早就考虑到了这点 等小蜘蛛破蛋而出 就可以乘坐气流跳出潮雪 而这正是面对未知事物的勇气 随后小杰四人带头冲了下去 拿到蛋后就跳了下去 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众人本想弄清楚后再行动 可由于悬挂的人数太多 蜘蛛网坚持不住缓缓脱落 害怕死亡的一些人直接跳了下去 就在蜘蛛四即将彻底断裂时 小杰通过敏锐的感知力嗅到气流来了 让众人立刻跳下 所有人取得食材后 成功被气流吹上高空完成挑战 也享受到有梦幻之弹美称的食物 至于在悬崖上没有参与行动的人 自然被视为淘汰 但有时放弃也是一种勇气 门奇在这时说到 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美食 不仅美味还能让人感到喜悦 他们美食猎人正式为此赌上性命 所以不应该受到轻视 多多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表示明年还会再来挑战 不管是赏金猎人还是美食猎人 都必须要有强大的觉悟才行 这也是考官想传达给考生们的意志